我们在下边讲我们的真究的急救方式。 真究的急救呢,我们用了很多地道。 比如说,有个人昏迷过去了。 昏迷过去的话,你还想问,他是什么原因去昏迷? 人家都昏倒了,对不对?他急救了, 人家问他为什么明明昏迷? 比如说,你知道原因以后,这个已经得比照亮了,是消消了。 所以我们有急救的方式,先把他救回来就行了。 那可能发病是轻着暗病,可能发病是重工, 可能发病是其他的原因,或者是溺水,随着那边拿上来。 那一般的你就做那个轻着按摩,或者是你帮到美女啊, 其实做这个嘴对嘴的呼吸救,还是没救回来。 对不对?真究。 这就是非常好的急救的方式。 我们一般呢,下针的时候,第一个,我们跟人中。 人中在哪里呢?这是你的鼻子。 这是你的那个,嘴唇。 这个广图不是画长的话,但是我尽量画,好像黑的方式。 这个下针的时候,好,比如鼻子。 那从鼻孔的下针到这边。 人中的中间。 这个,把他取三段。 取三段。 下针的时候呢,你的针柄在这边。 这个针柄比较出一点。 这个针柄比较出一点。 针柄。 那时候,你很紧张嘛。 有些女孩子,指甲。 尤其指甲还没很多。 就第一下针的时候,这个指甲带着, 并没有高的针柄。 皮肤过了,并没有高的针柄。 这时候怎么办呢? 往前推。 不要去瞄。 你柔一下,脸就当你这样往前推。 我们脑部的这样子推。 如果没有针,第一个,我们下针柄。 第二个呢, 叫十轩放轩。 十轩放轩。 我们这为什么叫十轩呢? 有十轩。 我们有放轩针。 我们后面会先见,见诸位叫做针柄形状。 这个放轩针哪些? 在刺破,把手指甲先刺破, 然后训练出来。 就叫十轩放轩。 那比较没有关系的人呢, 一个指甲,一个指甲去刺。 刺到第三个指甲之后,必能死掉。 好。 所以我们在放轩的时候,怎么办? 把病人的手抓起来, 五个指甲就让你抓。 看到没有? 好。 抓到以后, 针柄拿起来,一二三十五。 一起。 这个刺破, 然后一握它,五指甲一起刺破。 好。 这是老师父的手。 好。 你懂没有? 好。 那猜嘛,就是, 多时都,一个极下,一个极下, 那个极下,你太慢了, 因为你紧急啊,所以还好, 手有着后来,你就有极下。 那十个手都放轩, 还没醒出来, 你叫我, 叫个十个手都接着放轩。 好。 从此之间,就放轩。 还没有醒, 站下永绝。 永绝间呢? 在哪里? 看不出来, 看不出来这个脚, 也不用上去, 你可以回家来。 你脚这样子, 把他脚一抹,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之物。 这人之物中, 头就是穴道的。 一寸半个针, 两个脚, 这叫做永绝群。 这是我们的极旧的大缺。 那个脚爪怎么很矮呢? 一寸半个针, 我待会不会试探那个针的形状, 我不会试探, 我砸给你看好, 如果很痛的, 你不要拿个三尺针, 砸透过去, 真是没有康正子, 对不对? 那两个脚放。 还有呢, 我们最常, 都请党继的白会。 好, 对不对? 改会呢, 我们不想着, 一般是放学用。 平常上菜的时候, 病人是, 刚刚脑子破, 按时不知道老生怎么脑子破, 整个血压上来是整点都红着, 红过去, 也往上来红过去的时候。 那个时候血管并没有破, 好, 你在旁边看一下, 我们知道, 百会放学。 好, 百会放学。 百会就怎么走呢? 这是你的额头, 我从头顶顶上往下看, 这是你的后脑上, 这是你的椅子, 这是病人的耳朵。 从后面看的时候, 正宗画条线, 两个耳间画条线, 这是焦点, 对不对? 往后, 差不多干涉的地方。 你再一摸, 你怎么放到一个小套动。 这是, 取却的方式。 然后呢, 找到买却以后, 病人呢, 这是病床。 病人呢, 头呢, 下巴在这边。 好, 这个嘴巾, 嘴巾在这边。 耳朵在这边。 耳朵在这边。 要摆这个姿势。 还都没有, 头往后见。 啊, 像个汤的水桶。 啊, 汤的桶子在这边。 反正我们的蔡林针, 买会一次, 学对她。 这就是买会放学。 这个学保下走的时候, 病人会感觉到很清凉。 当这个梁, 梁到眼睛的地方的时候, 眼睛脏开。 梁到嘴巴的时候, 嘴巴还是小花。 好, 没有。 好, 这就是买会。 这是我们的急救。 那全世界乐意呢? 急救的时候, 不需要一时执照。 你不要说, 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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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没有知道, 我不敢救你, 错了。 你有执照, 你救没救, 我来人家来告你。 你没有知道, 人家会不会告你, 因为印证。 所以说, 你们, 任何急救, 你帮忙打得去做。 好, 你没有知道, 还没吃。 有知道, 里面酒本来是太差了。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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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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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陪我些什么钓 mut